嗨我阿倩 雖然從小到大許多長輩都告訴我們不要以貌取人 但是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在這個社會上 長得好看的人多少還是比起一般人有著許多優勢的 那如果同樣一件事情分別給美女跟仇女來做 到底會有什麼差別呢? 日本的一檔節目中就直接驗證了這個大家非常好奇的問題 節目主找來了前偶像團體美女甜甜圈的橫山琉璃香作為美女代表 而另一個則是日本的搞笑團體裡的山口小姐作為仇女的代表 大家也不要太擔心山口成為搞笑藝人的 他對於被選為仇女的代表其實相當高興 甚至他還到處跟其他節目自見自己可以擔任仇女的角色 畢竟他也是靠著吃飯的 那麼在接下來的實驗中就會做完全一樣的事情 藉此來觀察這些不知情的路人對他們的反應 是不是真的會因為外貌的關係而有所不同? 首先是調東西測試 半張OVLO的兩人會隨機在路上把拿著的文件弄掉 一開始有美女橫山先出場 可以看到不知情的路人馬上就停下來開始幫橫山撿起了文件 而橫山也不愧是高手撿文件的時候還會直視路人剝頭髮來放福利 而雖然路人的臉有打碼 但現場觀察的人就表示 路人一邊撿文件同時一邊也露出開心的笑容 成功被幫忙的橫山也非常開心 接著就換山口出場了 怕失敗的山口還刻意在很遠的地方就把文件弄掉 結果 結果對方不但沒有幫他撿 時候還被主持人發現 走過去的三個上半租還在背地裡偷偷嘲笑山口 也讓山口感嘆一切都是東京這個大城市的錯 但逛一次的實驗還不准一行人接著來到了書店裡 節目主要兩人重現偶像距離 男女主角為了拿一本書碰到手的浪漫情節 並看這時不知情的男生是否會禮讓女生 首先登場的是橫山 面對路人預料中的反應 美女橫山十分滿足地回到了車上 這時很喜歡書的山口也信心滿滿地準備挑戰了 結果 這個就算男生臉上有打碼 但是還是可以很清楚地感覺男子十分不高興 不但瞪了山口好幾眼還氣到馬上離開現場 最後只留下滿臉尷尬的山口留在原地 山口也重現了當時的狀況 就是已經連兩次受到重創的山口 已經不像剛開始一樣那麼有自信了 他甚至開始懷疑路人是不是以為他是男生 所以下個挑戰開始前他還戴上了假髮 試圖變得有女人味一些 接著來到一家餐廳 兩人要把剩下的菜交給旁邊的路人讓他們吃掉 首先也是美女橫山先上場 抱歉的路人雖然收下了 但是只有擺在一旁沒有吃 這是輪到了山口 路人雖然麵有難色但是還是收下了 不過也跟橫山一樣 只是放在一旁沒有吃 這次雙方贊成了平手 看來要讓別人吃不認識的人吃剩的飯難度還是比較高的 對今天實驗結果不滿意的山口 最後還要求一次上訴 覺得人心嫌惡的山口最後選擇了為黑猩猩吃香蕉 看黑猩猩會拿誰的香蕉來吃 結果黑猩猩來回比較過後竟然還是拿起了美女手上的香蕉 最後山口只好逞強的說 接著無奈的吃起了手上的香蕉 接著這個實驗就更直接了 日本知名的youtuber為了驗證美女和仇女差距有多大 直接找來了兩個人讓兩人站在一起做募款的活動 直接比較兩人募款得到的金額來做對比 在完全一樣的條件之下 可以看到一開始大家都只往美女的方向走去 就像另一個女生完全不存在一樣 到了後面來了一群人給美女投錢的人甚至排起了隊 最後還是一個女生看隊伍排太長才把錢給了仇女 之後不論是男生跟女生幾乎每個人的眼中都只有美女 最後到了計算金額的時間可以看到美女的桶子一堆零錢 最後她也抽到了2048日元 而另一邊的丑女站了這麼久 從頭到尾就只有一開始的女生給她捐錢 不過還好那個人很大方的給了500日元 也讓她不至於輸的太難看 上面這些都是不同人的情況 那如果同一個人打扮不同的話會有差別嗎? 之前一名YouTuber也在美國做了這樣的實驗 她讓一個女生嫌打扮成富家女籌錢準備她的生日派對 接著再讓她卸妝扮成無家可貴的窮女孩來看路人的反應 當女生扮成富家女的時候 可以看到路人幾乎都很慷慨地逃出錢來 還有男生表示自己有個房子可以幫她辦派對 隨後跟女生要了電話 -我有一個房子 -你給我的資訊 -你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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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妹妹還跟媽媽要了錢給了 女生並表示自己也想參加派對 -你很漂亮 -謝謝 -有錢嗎? -嗯 -你來回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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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還有個男生看到了之後 特地去買了個蛋糕來要給女生 而就算沒有給女生錢的路人 也幾乎都會停下來祝女生生日快樂 但之後他馬上換了個看板 並把化好的妝給卸下 辦成了失去一切無家可貴的女孩 而這次多數的路人不僅沒有給女生錢 大部分的人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而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 因為都是在同一個公園裡 這個演員還被一個來回經過的路人 認出來是同一個人把他臭罵了一頓 -所以你現在是無家嗎? -我剛才看到你10分鐘後都被扔掉了 -你在說話嗎? -你有錢嗎? -你真的在扔掉人家嗎? 最後給窮女孩的錢明顯少非常的多 大家對她的態度也跟之前十分不同 不過還是有好心的人的 -謝謝 -祝你祝福 -我要祝你 -謝謝 -謝謝 -你歡迎 中國也做了個類似的實驗 讓一個女生先是扮成仇女 並告知路人自己的錢包跟手機被偷了 需要錢叫車回家 結果大部分的路人幾乎都表示自己身上沒有帶錢 最後僅有兩個人幫助了女生 但之後變成成美女之後 路人身上的錢也突然變多了 還有身上沒有錢的人表示他可以去別的地方領錢 更有人覺得100塊不夠用主動給女生200塊還表示可以載他 -一這樣的話我也是往西邊走 -如果翻遍 -如果說可以的話你坐我車我送你過去 -不是 -做啥 -可以加微信嗎 -當個朋友來的 -你借錢你們一般就肯定是借了 -你借錢是最高的 同樣的實驗日本也一樣 打扮成仇女的時候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沒有帶錢 -但是隨著女生變漂亮掏錢的速度也馬上快了許多 -雖然是同一個人但分別借到的錢 -卻有著將近8倍的差距 -這也告訴我們出門在外就算自己並沒有很在意外貌 -但如果想要在生活中過得順遂一點 -適當的打扮還是很重要的 -我是阿仙我們下次見 -掰掰